多謝大家一直以來支持我們自家兄弟的驗樓影片 如果你有驗樓等等的需要 你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的WhatsApp link查詢報價 已經有不少需要收樓的觀眾透過我們享用了這個服務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我們的影片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香港樓的驗樓系列 今次要為大家開箱驗樓的就是位處於啟德這邊的上月營 這個樓盤就是由兩間內房的公司合作去開發的 分別就是合景泰富和農戶地產 最近一段時間也有不少的觀眾們 對於一些國內的發展商來到香港這邊投資起樓的話 其實是有少少疑慮的 覺得很普遍的質素都不會去到很高 伴隨著的問題就包括了好像恆大一樣 目前他是交到樓的 位處於屯門掃管窟那邊君龍灣 就交到質素不可以說很差 不過現時他也是找不到債 找不到佣金給香港的代理 兼且還跟代理說你繼續幫我賣這個項目 我就可以找到債給你 當然也都成為市場一個笑話 回到正題先 上月營就位處於啟德的南部位置 由於我也是第一次去的 就這樣看地圖我都以為很遠 但是地鐵站出來其實都真的走幾分鐘都可以到後門的位置 我個人覺得整體交通都尚算方便 當然你說這一邊缺乏地鐵以外的一些交通 好像巴士等等也是一個事實 樓宇外觀整體都相當不錯 到底裡面的質量是怎樣呢 現在我們馬上進去驗給你看 這次要驗的單位大概是800呎 景觀都算開揚的 三房間的間隔 到底裡面的質量是怎樣呢 大家一齊看看吧 那入宇呢 那入宇呢 就來夜晚了 我先拍了這個主人房 看出去的開揚景觀 那這裡呢就有個水道 客廳的一邊就是廚房、洗手間 還有另外一間比較大的睡房 走廊通進去就是一間細房和一間主人房 如果香港標準計算 這套單位就屬於中低層 不過看出去都尚算開揚 會看到九龍灣那邊的雙下 上月營這邊的規劃呢 跟啟德一號有點相似的 都是有高層 那還有更多的就是小高層 其實我可能用啟德一號的比喻不太好 因為整個啟德的土地規劃呢 其實都是這樣的 有高層和小高層混合式 這樣的 玻璃這個位呢就有些少雜質的 師傅抹在這裡 另外也有些污漬 上面就有兩個空股 洗手間這個地盤位就倒斜了出來 到時要看看發展商 可以不可以把磚做好斜度 另外門邊那邊有些少滲漏了出來 馬桶這裡的蓋頂這裡就比較化了 有點粗粗 棋缸裡面就有些缺口位的 也都有一些輕微的轉孔 還有有些少許連紋的 除此之外呢 在這一邊門後面的這個堂門位呢 就有些少許崩化 它這個設計呢就是這樣的 門推開 那這裡這隻房呢就 可以等於兔廁了 那所以這個洗手間就是一個 下次洗手間也是這間房的陶瓷 房的邊位那裏呢有個粒陷位 那如果要放東西就看看怎樣用 在這個玻璃位這個防護的玻璃位呢就有兩個花了的位置 那另外呢這裡有個空股 還有這個 這個邊位呢的確那個手工是做得差一點的 廚房的地板就比較多花和裂紋 其餘呢都是一些污漬為主 那這個門呢就有高低不平衡的 些少 就那個下面的位就有些泥沙等等 就不會那麼暢順的了 廚房的工作桌都是一些花了為主 整體廚房問題就不算很大的 但是這個木就真是肉眼看上去就不算很好的 而且這裡有些污漬和泵了 這個抽油煙機上面這個管道是爛了 但有沒有破損呢 它是有爛的 你沒辦法承條你都脫掉了 OK OK 抽不到出去 這個位置要裝一下 這個問題就大一點 剛才那裏 OK 這裏呢就有個工作陽台 那香港地呢 工作陽台很多時候都是偏暗一點的 那這個呢 特別現在這個時間 真的暗得很緊要 給大家看看 那這裏都是一些冷氣位 其實沒什麼必要都不上這裏 浪衫正常都不上浪這裏 那這裏就客廳位置 現在已經晚上了 那客廳這裏就沒開始驗的 一會兒看看是否有問題 剛才在廚房見到那裏就很緊的 那現在就應該確認都是一些膠織 痴了 那就好一點 你其實剷掉它就可以了 那這個 那這個客廳的 那這個客廳的 那裏的大玻璃呢 就有瑕疵 那裏看到了 那這個光暗的位置 那裏有一個偏了色的一塊 那裏這個烏門的頂位有一個細胸鼓 那裏也化了 那那檢查一下已經晚上了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部份單位都開燈 這個泳池就像我以前去澳洲看的那些 它是一個很長型,而且它們有一個字 專門去形容這個泳池 細緻一點可以看的長身,很多的特留位 這些紋都不少,整個缺口位等等 這裡也有些是崩潰了,凹凸了,都有的 這裡就有些虛位,臂部有些鬆 地下就倒斜了,馬桶的蓋多花痕 這裡就有很多污漬,另外這座牆位有空虎 這裡分了,又有花痕,又鬆了 掉了那些刀,花座糊了 這條膠呢,還沒浪費,現在要拉在那裡 邊位就很明顯,很粗疏,下面有好疊 上面就是很差,主角位就有得最差,很難接受 而大門方面也有很多細微的垃樓位,包括有些位是鬆的 鬆的程度都很厲害,是這樣要的 這些貼口裂開了,這裡有污漬,很明顯的 發了一塊,這裡鬆了,有虛位 這裡有花座,還有這個門是不直的,所以這條縫 這裡闊一點,上去就窄了 這個是最小的房間的天花板,也是有不平的 還有這個,我給大家看真點,很明顯的 有什麼沙眼,黑色的點點,都很難看 地板有幾個小問題,這裡有斜了 發展商都有送Daisong的吸塵機 大部份的發展商現在都是用Daisong來做這個入貨禮物 全套屋苑品牌的用具在這裡 嘗試模擬惡劣天氣下的門窗位,到底防水能力如何 順便也看看兩個露台的去水能力 好,我們先嘗試這個廚房工作陽台的視水 這裡就是主人房的天花板 有沙眼,有不平,都很明顯的 我近一點給大家看看,簡直是缺了一大塊 這間就是最小的睡房 你可以看到正式演完之後 長身有垃圾,有不平 有縫隙在窗邊的 這間比較小的睡房 情況比主人房好一點 不過這個長身都明顯 然後上面這裡還有裂紋 再過去這邊看看 這裡也有一個裂紋 第二大的睡房 剛才有裂紋 車道不對 就對了,奔鎖連鎖 這個位置有不平的 但是對比其他單位的狀況 已經算好很多了 這裡就是廚房的工人房位 這個鬆得很厲害 長身都很麻糊 沒有污漬的 然後這裡不平 有污漬 有污漬的 師傅 沖水了 那就傳不到水 流得很慢 大小水調轉了 離開前我都去了正門口位 由屋遠的後門走過來 兩分多鐘就走到 到最後讓大家看看 在晚上的情況下 我去看看一些會鎖的設施 這裡看上兩層都是會鎖的空間 健身室等等都可以看到 這裡看進去就是會鎖的室內泳池位置 這裡是泳池 另外這裡就是會鎖的兒童天地部分 一個佔地面積空間不大的兒童樂園 今集來看啟德的上月營收樓來到這裡 我個人覺得質素質量還算可以 如果你有驗樓的需求 歡迎聯絡我們查詢報價 今集到這裡 下條驗樓影片再見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